联赛布里采化工俱乐部效力 随着上周末球队在联赛中夺冠 丁霞流洋结束 于是他第一时间返回中国女排 哪怕与波兰还有六个小时时差 丁霞也马上投入到训练当中 之前跟教练组联系了吧 然后于导帮我准备了衣服 然后我是昨天凌晨吧 到了北京 然后因为离家也比较近 然后回家也算调整了一下 然后今天就是过来了 北京时间4月24日 中国女排正在福建漳州进行集训 接下来球队将会开启女排国家联赛之旅 球队需要通过国家联赛的比赛 拿到一个好成绩 从而争取一张参加巴黎奥运会的门票 目前来看中国女排的队员们信心十足 因为伴随着朱婷张长颖这些奥运冠军陆续回归 给球队带来了非常大的精神力量和战斗力 球队的阵容不断升级 蔡冰的球队也是冰强马壮 尤其是朱婷宣布 将会代表中国女排参加国家联赛之后 让中国女排主攻位置得到了全面的升级 此前中国女排完全依赖李盈宁一个点 朱婷在欧洲赛程大杀四方 目前也是世界级的主攻球员 伴随着朱婷后期的回归 中国女排堪称是双核起飞 让中国女排的进攻端火力实现了全面的升级 有机会去抗衡欧美强队 我们在国家联赛 甚至是奥运会赛场上 话语权也会更强 在主攻位置得到了全面提升之后 中国女排目前阵容中还存在唯一的短板就是二传了 这个位置目前来看 姚迪很难回归 刁林宇难堪重任 能够打高端局比赛的能力有限 在这种背景之下 让中国女排的攻防转换变了有些困难 尤其是球队在游手转攻的过程中 需要二传来送出一些妙传 组织串联进攻 树立球队的进攻端战术 来主导球队的进攻战术和选择 但是刁林宇可能在面对一些世界高水平球队的比赛中 面对快节奏的攻防转换 无法做出最佳选择 这也让大家对于刁林宇感到失望 所以说 这也成为了中国女排目前最大的软肋 如果说这样下去 还是会给中国女排全队拖火腿 我们还是希望在国家联赛之前 补强中国女排的二传位置 目前也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中国女排的奥运冠军 刘洋海外 丁霞王者归来驰援中国女排 丁霞飞回国内 没有来得及倒时差 就直接回归到中国女排的训练场参加训练 伴随着丁霞的回归 也让中国女排二传这个位置上的短板得到了改善 丁霞通过海外流洋 提升了竞技状态 改善了身体状态 也让丁霞战斗力提升了不少 再加上丁霞奥运冠军的经验加成 中国女排目前看上去兵强马壮 有了丁霞给朱婷等人送出精料的助攻 大家有了娴熟的配合后 也可以让球队战斗力提升一个新的台阶